这个值 这个值要让他 现在 到时候的话必须把这个值怎么样 乘上这个倍数 这个地方就不是 只是说J-2 你必须要怎么样 在如果你要让他往 右边跑的时候上面要出现那个 照逢珠孔就是 最开头的那几个字的话 那你这边呢必须还在加上 加上rho 也就是在公式里面你给他的formular里面的这个公式呢 还要加上rho A4 也就是先取得 第几列 因为我们是第四列的地方 第四列的地方呢在减掉 1之后呢加上后面 那差别是说把原来是column的部分把它改为J 改为J 然后呢 这个J减掉2之后呢 后面呢再把它乘上8 因为乘上8的倍数 那跑出来之后呢才会是 有这个这个头的部分 OK 那两个之后 我们 假如说希望向下跟向右合并之后的话 那必须 这个地方稍微复杂一点 也就是说我必须把这两个回圈怎么样呢 把它合并在一起 那合并在一起稍微又 稍微更复杂一些些 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回圈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改一下 因为for 这个上面这个for 1等于1到8 那如果你要比较简单一点的话 我们干脆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再改变为 原来是1到8 比较不好辨识 那我干脆改为4到 11 它的好处就是说我在跑回圈的时候不需要再减 i就不需要像上面还要再 再把它 应该是加3 那这个地方如果我用for i等于4到11的话 那就不需要再去做加的动作 直接就给i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第二层回圈 for j等于2到 21 2到21 然后呢我里面的回圈 sales部分呢 这个储存格呢 就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因为这个sales它的后面 第一个一定是 列 第二个一定是 蓝 那里面的fomular 里面的这个公式fomular 其实你可以把它省略掉没有关系 然后呢 再来就是给它公式 公式部分的话呢 mid 后面一定是 A1 那特别注意 A1 但不需要做锁定 因为你如果 其实有没有锁定对这个 VBA